煮料,萝卜500克,骨头600克,辅料,生姜,盐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萝卜和骨头,萝卜洗净去皮,骨头洗净,沥干水分,将骨头放到开水里焯一下,捞出,萝卜先滚刀块,生姜排开备用,生姜和冷水一起入锅,大火煮开后,把骨头,萝卜一起放进锅里,再次煮沸后,扶去泡沫。 转小火炖一个小时,出锅后加入少许盐即可食用,烹垫技巧,骨头先焯一下,可以去除脏物和血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